第一支个股推介是李宁2331 经济报投资业务早选选原因是港股在二万关增持 蓝筹股业绩继续成为大市的焦点 蓝筹股李宁上半年业绩好过预期 销售明显复苏 可望跑赢同业 李宁率先从第二季疫情中恢复的公司之一 上半年整体销售 岸年增加2.2% 部分抵消了毛利率跌5.9% 去到5成的压力 带动收入和盈利 岸年增加2.2%和1.2% 好过预期 管理层说 目前销售势头正在轨道上 第三季至今销售岸年增加超过1成 8月份的情况有更明显复苏 重新今年全年收入增长指引介乎1.6%到2.4% 盈利增长指引介乎1.6%到1.9%水平 李宁平上半年业绩好过预期 马股价近日突破三角形 若果由上海至6月解封以来 作时间点分析 期间李宁多次在60元区间找到支持 并且在75元关于阻力 整体在60-75元区间 触见短线上落平台 相信与内地疫情反复 以及经济相对疲弱有关 可以视为短线目标和指示参考 策略上有货的话 继续可以持有 目标先看75元 主要大行业绩之后 给予目标价平均94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未有持货的话 建议等候64元附近吸纳 直播率更高 显着低于60元就要指洩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